没有意外的又发生意外了 这次巴仔不仅喜当爹 还要带着女友私奔 要知道他可是才十岁啊 我在这个年纪的时候 还在用放大镜烧蚂蚁呢 如此三观乍立的事 还要从一场火灾说起 这一天 香巴老的孩子在学校得了一个C减 香巴老高兴的要去准备酒会 结果就这样引发了一连串的意外 母鸡意外之下生下了小鸡仔 结果小鸡仔刚出去就被老鹰给抓走了 好在这时啊 老鹰又被另一只更大的老鹰抓走 小鸡仔终于得救了 不过他也掉进了壁炉当中 最后带着燃烧的木头 点燃了牛棚的干草 好在最后 奶牛又意外的把火给扑灭了 香巴老见到这一幕目瞪口呆 结果再次引燃了大火 大火就这样一路蔓延到了春田镇 点燃了黄八皮的庄园 也点燃了春田小学 校长见此 让校公威力赶快灭火 然而这时却发现 所有的灭火器都消失了 看来现在只能用紧剩的湿纸巾了 到底是谁投走了灭火器 这事毫无疑问的 肯定是八仔 他为了成为春田小学最快的孩子 利用灭火器制造了一辆喷射战车 战车顺着公路 直接冲进了着火的城镇 好巧不巧的 将镇子上的大火给扑灭了 八仔意外之下 成了大家眼中的英雄 镇长为了表彰他的贡献 承诺可以满足一个愿望 八仔听后响入飞飞 八仔最后发现 自己最喜欢的是开车 所以他想要一张驾照 自从八仔可以合法开车后 就变得肆无忌惮 春田镇的居民们现在可倒霉了 就连喉沫也未能幸免 这天八仔又打算开车出去嗨 喉沫生气的指责他不负责任 既然有了驾照 那就要做好分内的工作 以后喉沫需要代驾的时候 八仔必须随脚随到 这天深夜八仔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原来是侯沫喝醉后迷路了 现在需要开车去接他 这样的生活让八仔很痛苦 他拿驾照可不是为了给侯沫跑腿的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逃得远远的 八仔沿着高速公路来到了一座陌生的城市 这里各种新奇的东西让他觉得很有趣 满大街都弥漫着荷尔蒙的气息 这时八仔看到了三个女孩 于是也学着电影脸 邀请她们上车来听音乐 这还真有一个女孩主动上车了 不过上车之后他才发现 八仔的年龄似乎不大 八仔联盟解释 是因为患有了某种疾病 所以才显得小 其实他已经是个大孩子了 女孩虽然有些怀疑 不过最后也选择了相信 在之后他们就像情侣一样的约会 一起去山上散步 一起吃浪漫的烛光晚餐 最后还一起看了汽车电影 看着电影中刺激的画面 再加上坐在私密的车里 在荷尔蒙的影响下 两人做起了少而不移的事情 这一吻还真是天荒地老 就这样一夜过去 在第二天日出的时候 女孩突然提出 他们结婚吧 八仔一听被吓到了 女孩见此很生气 他们都已经接吻了 难道不愿意负责吗 八仔被逼得哑口无言 八仔和女孩来到了市政大厅 他们将在这里办理结婚登记 在最后关头八仔只能坦白 他虽然很愿意负责任 不过他现在才十岁 是没办法结婚的 女孩一听很震惊 不过随即也向八仔道歉 其实他也有个秘密 那就是他怀孕了 八仔竟然要当爸爸了吗 女孩一听反而被震惊了 他总算是相信八仔是十岁的小屁孩了 牵手和接吻是不会怀孕的 孩子的生父是一名外国的交换车 他回国之后就没了消息 肚子里的孩子需要父亲 所以现在才找到了八仔这个接盘侠 现在事情都搞砸了 如果父母知道他怀孕就完蛋了 八仔见到女孩这么伤心也很同情 说不定还有什么其他的解决办法 就在这时工作人员出言提醒 其实可以钻法律的漏洞 在犹他州即便孩子也可以结婚 八仔听后不由幻想起了美满的家庭生活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 八仔显然还没见识到女人的任性 在大沙漠里竟然想吃草莓 这根本做不到啊 八仔和女孩赶到了教堂 他们今天将在这里举办婚礼 可就在这时马基突然闯了进来 红型的还有女孩的父母 原来在此之前 马基发现了八仔的词别线 在知道事情的经过后意识到了严重性 于是打算和红墨一起过来阻止 结果还没出门 就遇到了女孩的父母 女孩的父亲愤怒的要教训八仔这个渣男 不甘示弱的八仔也奋起反击 不过这个战斗力也太差了 女孩见此急忙阻止 说明了这件事和八仔是没关系的 他只是害怕父母的责怪才出此下策 妈妈安慰不用担心 因为他最近也怀孕了 到时候他们可以一起生下来 只要对外说是双胞胎就行了 经过这次的事八仔想了很多 他原本以为会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会成为一个好爸爸 结果发现他们两个人之间只有争吵 口沫听后很欣慰 表示他也是在八仔出生之后才学会当父亲的 这是一个男人成长必要的过程 那么现在就先去体验一下男人该干的事吧